手腳攀爬 飛快有力 他就是波蘭攀登天后 女版蜘蛛人 米羅斯洛 平時光練習就快得嚇人 不過這次巴黎奧運 他又突破極限 預賽時就已經 兩度打破世界記錄 第一次爬出6.21秒成績 第二次6.06秒 雖然決賽沒能再打破新紀錄 但還是以6.1秒 奪下速度賽金牌 運動攀登上屆東京奧運 才首度列入賽事 不過當時將速度賽 難度賽和暴時賽 合併為全能項目 米羅斯洛今晚當時 就曾打破世界紀錄 但總分只排第四名 直到這次獨立賽事 才一舉多驚 今年30歲的米羅斯洛 不只在波蘭人氣超高 也儼然成了這項運動的最佳推廣人 他曾表示攀登其實無關年齡升高 因為運動過程要動用身體各個部位 是一種很好的全身力量訓練 另外在挑戰不同攀登路線時 也能增進靈活性促進心肺健康 對專注力和克服恐懼上都有很好的效果 而這次與波蘭蜘蛛女速度非常接近的 是來自大陸的好手鄧麗娟 她在決賽中爬出個人最佳的6.18秒成績摘下銀牌 隨著奧運帶動熱潮 大陸的攀岩業者也感覺報名課程的人正在增加 大陸曾統計截至去年12月 商業攀岩管數量已經高達636家 和2022年相比大幅增加了31% 數量甚至已經超過美國 業者開始苦惱教練人數不夠的問題 我現在整個來講會有15名教練 但是我計劃到我整個館全面開起來的話 還會增加將近3000平的這樣一個岩壁面積 至少還要再招一倍的人 根據統計 運動攀登過去20年內 在150個國家增加到了高達2500萬名運動員 浙江杭州甚至有野外攀岩場 提供4條不同難度路線工民眾挑戰 比賽之前所有運動員特別難度泄露 他可以集體去觀察泄露 觀察泄露當然每位運動員都可以交流的 他可以想 我們這個難題怎麼過 我們來討論一下 至於這次奧運攀登項目 將速度賽單獨區分出來後 全能賽將採用暴時賽和難度賽總分相加 也相當有看頭 這個項目是比較困難的 比較困難的 是有數量的 暴時賽選手將挑戰四條不同路線在時間內完成 而難度賽事在路線最後的40次移動中計分 雖然相關的賽事才第二次出現在奧運會中 但觀眾席滿滿6000人觀賽也能看出攀登運動的受歡迎程度 點新聞綜合報導 TVBS大運動家 運動迷一起競技的殿堂 馬上下載 跟中華隊一起All Win